最近已经有好几个人问过我用什么锅去煮菜 那不如我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用开特福这牌子 其实我都用过其他牌子 最后都是觉得它最好用 最重要可能是因为它煮食的时候不黏锅 还可以用到很久 而且它真的能保持高温 煎食的时候真的有些好像用锅炒的感觉 我挺喜欢 而且它的红点也挺好 这个记号让我知道什么时候够热 可以放些食物下去 如果你问我在哪里买呢 我去过很多百货公司 最后都是最喜欢去Sogo买 因为它真的很多款式 而且如果撞正感恩制 真的很划算 好划算 好划算 为了想示范这一只锅的威力 不如我今天就用最容易粘锅的蛋料理来示范一次 我示范用这个特幅的锅去做一个蛋饼 这一只锅我已经用了年半了 但也是很好 到现在都还没粘锅 我刚才就打了一只蛋在我碗里 蛋黄很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始终都钟情日本蛋 我觉得日本蛋很干净很卫生 而且它的蛋黄红薄薄 如果我用来煎太阳蛋 简直是一流 看到都已经很开心 那我现在就下少少油在锅上先 好像多了少少 不要紧 我用厨房纸吸走多余的油 吃少些油健康些 然后就开定慢火 等锅开始耳 这个时候我就加大半汤匙的味淋 放些蛋 味淋和蛋 是味淋的好朋友 他们真的很配合 味淋是甜甜的 所以是不用加糖的 之后就再加多半汤匙的水 然后就将他们三样东西 即是蛋 味淋和水 不停地发均匀 淋放蛋在锅前 订查清楚 记得是搞小火 之后就将蛋浆 很平均地放在锅面 再转转转 转转 锅 令到蛋饼薄薄地形成了出来 这个时候我会将锅 来一来火 利用锅正如热力 令到蛋熟 令到蛋皮不太快 凝固 不断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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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为什么刚才说不太熟透呢 因为有少少的蛋液 就可以粘着蛋饼的每一层 一层一层一层的粘 就好像有千层酥 切出来很漂亮的 你会看到 我现在用锅 捲蛋饼 卷蛋饼的时候 当然是二鱼子掌 好了 那我就继续煎 有空又翻一下它 令到两面都有轻微金黄色 或者小小焦的感觉 那之后呢 我就习惯将蛋卷一开为二 然后上碟就好像很漂亮的 我会用这一只日本的烧饼酱汁 在日式超级市场也有卖的 那我就将蛋饼上碟 然后就淋上这些烧饼酱汁 蛋饼有点甜 再加上烧饼酱汁有轻微的咸 咸下去真是很有趣 很好吃的 好像去了日本的感觉 大家都一起试一下 我今早就是用了特福这个锅 做了一个简单的二人中午餐 一份是荷包蛋再加小腸 一份就是刚才的蛋饼再加小腸 再加上面 那就是一餐的了 说开又说 因为我现在用的一只锅 太短了 用了年半都没坏 因为之前大减价我又买了一只新锅 这个轻微贵一点 我只是想比较一下它有什么好才买的 希望快点可以试一下用 再和大家比较一下有什么分别 那我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